语言的压力 市场的偏暗 让杨子琼顶着选美冠军的光环 却不能轻松演戏 最终选择了以搏击的形象 在国际影坛一路厮杀 倘若历史倒流 能得以按文系发展 或许今天的影坛 会多出一位实力影后 但一定失去了 驰骋江湖的杨子琼 对于影迷和影坛来说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遗憾呢 如果你要知道 做武打明星会那么苦的话 你还会做吗 因为那个时候 我最记得就是 袁奎导演是我第一个导演 他说我们有两个方法去拍的 一个很简单的 你就快 把一个post 跟着走开 踢身来 跟着就 再把一个post 当时我就这样 可以这样子拍的 其实这样子 他们也比较轻松 但观众会看出来 当然 那我觉得 但是那个时间 我要拍动作片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到 因为这个动作就是好像我跳舞蹈这样子 还有我平常我都做很多运动 所以 我喜欢这样子的挑战 那那个时候呢就是 我很多时间呢就是他们说我看 一个女孩子 要打都不行的吧 你 want to show them 你 want to prove them wrong 那所以 还有呢 你做得到的时间呢 满足感是非常非常 so high 那你现在的你 站在这个高度 你看当年的那个你 你会对当年那个你说什么 我会想就是 还好我是当年可以做得到 但是其实没有人知道我自己的 我只有做了以后 我才知道我能不能做得到 其实都是一个赌注 都是一个赌博 其实我真的好运气 我没有真的受伤得太厉害 有几次真的有可以发生真的不好的事 所以现在就会说 还好不需要再这样做 谢谢大家